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过去多年当货币措施比较宽松的时候 有些刺激方案出了 而绿色的线就是将价值股和增长股做一个比较 如果在线向下的话 即是说价值股是跑输 线向上即是价值股是跑赢的 通常有一个特点要留意就是这些走势就是滞后16个月左右 所以暂时仍然我们看到货币都是维持一个比较宽松的措施 也就算收水的话 也不会立刻一下子全部收掉 所以我们相信 往后 只剩下来今年的时间 甚至乎是下年的上半年 其实都是有利一些价值股的表现 如果我们看环球的画面 最记忆深刻就是去年疫情爆发之后 就是新经济股抬头 一直升了好几个季度 接着差不多年底就突然说有疫苗了 接着那些旧经济股就抬头了 因为觉得经济搞定了 经济重启了 接着今年 譬如以美国为首那些 新经济股炒回来 然后最近有一些旧经济股又抬头了 好像轮动感觉很快 你觉得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加速轮动 还是不是的 我都是特别看好价值股 可能我们大部分的比例 摆多一点价值股 这样的策略会好些 我们觉得也会和其他的 好像你刚才说的形容状况 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今次看价值股 我们会觉得 都会有一个中长线的看法 例如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环球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投资机会 刚才说每一个地方 其实他们的复苏步伐 或者他们的经济进程很不一样 例如像日本那样 暂时他都未跳出了经济重启的情况 但当他去到这一步的时候 其实我们当中找到一些 价值股的投资机会 中国也是 都是 其实在中国 例如在铁路上的 营运上 暂时他们都未恢复疫情前的水平 如果当经济慢慢恢复下来的时候 我们当中也会找到一些 价值股的投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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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